究竟我的問題發生在哪裏 如果你想知道 那就要聽聽專家怎麼說 絕大部份都是不肯止蝕 還有會錯失的時機 因為相反大跌市的時候 原生很貴的股票 才變成便宜的股票 這個才是機會 但由於它不肯止蝕 它要整個資金保持住 這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每一次跌市跌幅很大 但它要求升回回本的百分比 相對上比輸錢更大 變成它的錢 不能放在現在應該投資的優質股上 跌市當中仍然有很多投資機會 只不過就是 我們有時是沒有工具 沒有系統 或者是沒有一些方法 將它去統一 在我們PowerTaker上面 我們會利用到程式選股 是會將這千多隻的股票抽出來 然後再重行分析 譬如我們會用上程式選股 譬如可能是一些派息紀錄 或者是PE 或者是PEG 甚至是盈利的增長 將它篩選 然後再放回到我們的賭影力量上面 而這個是我們自己研發的工具 可以看到它的上升和下跌動力 從而從基本面和技術面 合在一起去做一個分析 Dixon 聽完是不是很有得著呢 聽完之後我只會覺得自己是專家 那你可以除名了 不用再叫燈神了 這隻股票是8月13日跌 但它最高是15元 6月開始跌下來 對不對 但就8月出消息 而當我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所有東西已經慢了